常被拿来当作沙拉的罗曼蜗具 北美地区爆出遭大肠杆菌污染 美国有11个州都传出有民众住院 目前还无法找出污染源头 美国卫生单位呼吁消费者、餐厅跟超市 要立刻丢掉所有的罗曼蜗具 以免大家祸从口入 22号就是美国的感恩节 但却再度爆发 罗曼蜗具遭大肠杆菌污染事件 为了安全起见 店家才买好的罗曼蜗具 也只能全部往垃圾袋里丢 尽管浪费大量食材 但确实不能大意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指出 目前包括美国本土的11个州 已经有32人应感染大肠杆菌住院 最后一级病例出现在10月31号 而加拿大的安大略跟魁北克省 也出现18级通报病例 每家卫生单位正密切合作展开调查 由于大肠杆菌无法借由清洗去除 FDA跟疾管局CDC官员纷纷呼吁民众 千万不可食用罗曼蜗具 存放的相关食材 也必须立刻丢弃 美国在今年4月也曾爆发类似事件 造成200人感染 5人不幸死亡 是近10年来最大宗的大肠杆菌感染 当时的蜗具主要来自雅利桑那州的油码 而本季出售的蜗具主要来自加州 患者感染大肠杆菌后 3到4天会开始发病 症状包括腹泻 血便 腹痛跟呕吐等 通常一周会痊愈 但严重者发病期会延长 FDA表示 两次的大肠杆菌 病毒株不同 怀疑是灌溉用水遭到污染 近期要前往北美旅游的民众 必须千万小心 记者靳远亲报道